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次因为我被那个魔鬼丁了之后 后来他一直在帮我 就是整个晚上一直到好几个小时一直在等 然后帮我拿热水啊 然后帮我叫车 叫那个AAA 就是这位听 他帮了我的大忙 真的是相当于是救命恩人 然后呢他上次说 答应说来教我 然后今天特别巧就是 刚好碰到他了 然后实在是看不下去嘛 看不下眼 然后就教我上岸 然后开始一点一点教 教我现在就是 让我在那个沙滩上画了一个 冲浪板的形状 然后告诉我 一些要领首先 就是说他说你的胸要在这个板的中间 然后找到你的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很重要 你要找准 因为每个人的体重啊身高都不一样 所以你自己要找到你的位置 那躺在这个板的中线中间 然后 就胸挺起 就我是显得比较僵硬 我整个就 就胸挺不起来 你看这个Tim他的这个 就你看 就整个前胸挺起来 就特别合适 就这样滑水的话 就是没有那么累 不会脖子 脖子特别酸 之前的话一直就是 基本上躺着 不是那种前胸挺起来 你看我这个整个 整个块是直的 就很僵硬 如果是躺着的话 整个脖子就会很痛 因为你平躺着的话 靠脖子抬起来 就会非常的 脖子会酸 滑水 就尽量的往下滑 这样的话 这个就有一定的力度 特别是就是说浪来的时候 你要赶上这个浪的这个速度 停起来 停起来 10 你看右边 我的BB 我的Eason 正在过来 好搞笑 他在吃东西 想喝奶 他过来指导一下我 那个Eason来看看我 我学的怎么样 你看 挡住了我的镜头 对 然后先是要 就 在浪来之前就要 开始滑水 然后撑起 脚马上上去 看你左脚还是右脚 好 左脚 都要踩在这个中线 然后的话 你听其实他叫我 你第一 一开始 不需要 就说完全站立起来 你其实是蹲着 会比较有平衡感 能找到更好的平衡 对 先滑水 然后 起来 但不是完全站起来 在这个时候 找平衡 然后再起来 这些就是一些基本动作 这些就是一些基本动作 这个需要就是说 大概还是要去练习一下 他也叫我 起来要快 但这个很关键也是要你 那个 抓到了这个浪 这个浪正在推动你的时候起来 要不然的话你起来也没用 你也会掉下去 因为这个 整个板就没有被推动起来 Tim在叫我 就一开始 尽量重心低一点 这样你可以保持平衡 两个手撑好了 保持平衡 三个手撑 烦 要是 我 可以 不然 不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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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